狗狗变乖并不难 Hello大家好 我是有这20年训权经验的职业训权师老朴 狗狗有问题 老朴来帮忙 跟着老朴一起来了解 如何让你的狗变得更乖吧 经过这么长时间老朴的视频 我想大家应该学到了很多东西了 那么继续我们今天的课程 今天老朴教给大家靠 经常靠老朴视频的 应该会发现 老朴经常说的口令里面 也就有这个靠 那么什么叫做靠 那么就是让狗靠在我们 左侧或者右侧的腿边 那么就像这样靠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是出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 在操控我们狗的时候呢 它能够非常有效的 在我们身边安静的做好 同时呢 跟我们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呢 也能够跟我们保持一个 很好的步速 那么这个靠到底应该怎么去呢 其实很多朋友都在问 不要着急 老朴今天呢教给大家 那么靠呢 其实有很多种 它比如说有绕圈靠 有直线回来的靠 还有呢我们的这个跳靠 有很多种 那么今天的老朴就要给大家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两种 那么直线回来的靠 和我们的半身绕圈靠 那么最简单的是半身绕圈靠 那么同样 我们在训练期间呢 还是需要用到牵引带 不管任何的科目 我们在前期训练 一定要用到牵引带 那么今天呢 跟我搭档的呢 大家比较熟悉的 龙威 大家都知道龙威比较喜欢球 那么同样我们还是拿球来吸引他的注意力 教会他靠怎么样学 那么当我的狗在身边的时候呢 他会来回的晃 他不知道到底应该在我身边怎么样待着 对吧 那么他喜欢玩球 我就把球交给他 龙威 那么怎么样学习这个绕身靠呢 就是当他看到球的时候呢 我们的左手拿牵引带 那么因为老朴习惯性的 我的犬呢 靠在我的左边 所以说呢 我会让他绕我身体一半之后呢 停靠在我的左边 那么初期训练是怎么样呢 当他先看到玩具的时候 吸引他的注意力 一只手 我们的左手拿住牵引带 龙威 来 绕过来 绕过来的同时 我们的右手接过牵引带 记住一点 右手接过牵引带 这个速度呢 一定要协调 你不能慌 右手接过牵引带之后呢 绕身 绕过来的时候呢 东西已经在我们的右手了 好狗 棒的 那么再来演示一遍 是这样的 那么如果说你的狗 对玩具 对食物 任何东西都没有兴趣呢 一样 我们只需要给他一个指令 让他明白 什么叫做靠 先教会他靠到底是什么 靠 那么在这里呢 要给他一个提示 什么提示呢 你如果让他靠在你的左边 拍你的左腿 靠右边 拍右腿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来拍这个腿 那么就是在你下达口令的时候 来拍这个腿 那比如说我让他靠在左边的时候 是这样 那我就选在这里 坐 那么我来拍左腿 靠 然后拉动牵引带 引导他 绕半圈 到他身边 好 棒的 那么 那么再来 这一步完成之后 不要在原地 继续再这样做了 我们离开一点距离 往旁边挪一下 然后 再拍你的左腿 靠 再引导他 到自己身边 好 棒的 他有可能一开始 先过来的时候呢 会靠前 或者靠后一点 没有关系 我们只需要引导他 引导他呢 到正确的位置之后 然后再表扬他 有可能呢 他过来之后 因为他不知道要坐下 没有关系 他只要过来 到了我们指定位置 我们马上表扬他 要逐步的来升级 那么还是一样 再往前面一跌 再挪一个位置 靠 引导他 引导他 过来 你不要管你的狗 有没有看到你去拍腿 不要去管他 有没有看到你拍腿 那么同样 还是这样 那么经过几次之后呢 我们前一代 就不用去拉了 只是只要给他一个提示 靠 那前一代就放松 好 狗 棒的 这就是我们的绕身靠 大家学会了吗 那么同样 绕身靠学会之后呢 他懂得了这个靠的指令 那我们开始直线靠 直线靠 其实跟换回呢 可以结合起来 比如说我的狗在这里 龙威 坐 定 我们会拿玩具 吸引他回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拿口令 吸引他回来 我们用口令 让他回来之后呢 这个时候呢 你不需要喊他名字 让他来 而是直接喊他的名字 让他靠 比如说龙威 靠 这是直线靠 他就会回来 那么直线靠 怎么样来呢 坐 那么还是一样 用刚才绕身靠的方法 龙威 靠 把前一代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呢 帮他调节方向 靠到我们身边 好 棒的 那么同样 还是我们继续挪位置 我们不要一直站在他的正面 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向 靠 给他引导 让他过来 对吧 那我再继续呢 靠 定 定 靠 好 棒 大家明白了这个直线靠跟绕身靠呢 这个区别在哪里了吗 那么同样 我们最好呢 是先学绕身靠 让他懂得靠的口令之后呢 再来进行这个直线的靠 那么有些朋友呢 会跟老飘说 老飘 我们家的狗呢 带着牵引带的时候 或者是有零食 有玩具的时候呢 让他干什么都可以 或者在家里 怎么样都OK 那么只要一没有牵引带 没有吃的 没有玩具 或者一出门 就马上说什么都不听了 那么其实呢 这个就是我们只做了训练的前半部分 也就是说有牵引带的状态下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有神状态下 他能够很好的完成 那么 在有神状态下 很好的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过渡到无神状态 那么过渡到无神状态 他怎么样做呢 就像刚才老飘展示的 我们在有神状态下怎么样的 那么训练无神过渡的时候呢 牵引带不要马上摘掉 让他去做这个东西 而是我们把牵引带放到地上 或者把牵引带放长 让他来做 那么怎么样过渡到无神状态下呢 老飘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罗威 坐 在之前的训练呢 我们都会拿牵引带去拉扯 给他一个引导 那么当他会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牵引带就要做到放松状态 让他自主完成 那么就像现在这样 那么当牵引带放松的状态下 他能够完成的时候 我们把牵引带放到地上 来 罗威 坐 定 罗威 靠 好 棒 定 罗威 靠 好 那么如此反复之后呢 在牵引带放到地面 他能够很好的完成之后 我们再把牵引带取掉 罗威 坐 定 定 定 ロイコ ハート バーン 定 ロイコ ハート ロイコ ハート 定 那么这就是从有绳状态 过渡到无绳状态 那么这是一个在什么呢 在安静状态下 也就是无干扰状态下 那么 在无干扰状态下 能够做到这一步之后呢 还是老表之前说的 我们就要去 人少的地方 进行有干扰的训练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抗干扰训练 那么这个抗干扰训练呢 也是一样 就是说先从有绳状态 再过渡到无绳状态 那么在轻微抗干扰OK之后呢 我们再到人多的地方进行更大量的抗干扰 那么 还是同样重复之前的步骤 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来 那么 你的狗才会越做越好 大家这样说明白了吗 那么好的 这期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在训练当中呢 有什么问题 欢迎大家呢 在视频下方留言 老表呢 尽可能多的来回答大家 那么好的 这期视频呢 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 我是有着20年训练经验的职业训练师老表 狗鬼有问题 老表来帮忙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报警 你又来捣乱是吧 小混蛋你又来捣乱是吧 优优狗